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只是給你一個例子 等你用記 這些是Song Rare Money 即是說 建築師沒有錢收的 是過掃的 當他到第三期的時候 建築師就會 哇 不是 我現在去一米 我每次借一米 首先就減了 之前的三十萬 減了那些錢 先減了那些錢 我平常在這裏 你這裏是未曾做的 你是做完之後才借 是呀 沒錯 我首先建築師 建築牆 終於這裏建了一間屋 加了一間屋 有了這裏 這裏我就可以叫到一百萬 這裏都見不到 人家怎麼會借一百萬給你呢 所以 Take out Loan 因為 它還款的時期 long term是甚麼意思 就是還錢的周期 一還三十年 三十年才還完 所以就叫long term 這裏 好像這裏 這裏 我們記得這裏 for sell side 是可以的 A here A here 即是黏住 那大陸有三條 這裏是甚麼來的呢 Return on 和 return off 是兩回事 我們首先看看這題目 是沒有話嗎 increase in value due the passage of time 當價值一直在升的時候 這個叫appreciation appreciation 升值 但甚麼叫return on investment 看看 return off和return on return off return on 我們先說return on 其實就是利息 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在投資者的角度來講 我們扔十萬出去 扔一萬元出去 扔十萬去做些東西 我們是希望有回報的 例如有一間屋 它是在一段時間裏 製造一些收入出來 這個投資者是願意給 depend on the rate of return 是看下它的回報率 當一個投資者希望 高回報率的時候 那個屋就會值錢 如果那個回報率是低的時候 那translate into lower rate of return的時候 這樣呢 好了 一個property 它賺一萬元收入 投資者是需要 十個percent of rate of return 記得off 於是它就說 會 willing to pay 它願意pay 這個是十萬元來的 剛剛它 一倍來的 for the property 它是這樣成的 首先 income 因為我們 income 除 cap 等於 value 所以這條就是 income approach 那個好嗎 Income approach 見不見 首先 Income就是一年一萬 cap就是0.1 10% 所以屋值呢 就是100k 很簡單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那個 投資者 它說需要 那個cap rate of return 是要0.2 我不要0.1 那麼少 Would we view the property as worth only 於是它呢 到時候會覺得呢 那個屋的價值呢 是 升了 跌了 因為它 是希望快一點 回本 那所以呢 那個 那個value呢 是跌了相對 cap rate 那 rate of return 如果是投資者的期望呢 是 depend on兩件事 第一 那個物業那個風險 第二呢 就是 那個回報 如果是在另外一個層次 是說 沒有風險的 好了 這兩個factor呢 決定它願意給 多或者少錢 在那個投資上 風險啊 還有什麼呢 在這裡呢 如果一個 完全沒有風險的投資 例如說 政府呢 bond 它是給個yield 5.5%的時候 那個投資者是願意 是想 想愛多4% 除了5.5 它想愛多4% 那麼呢 我們呢 稱這個呢 那個investor would want a total rate 稱這個 叫5加4 就是9.5了 Rate 叫做cap rate 是的 即是說 它是free的 cap 沒有風險的 情形 Risk-free的情形 底下呢 它是希望有9.5% 的rate of return Return off 其實就是想 more than just a rate of return on the investment 是即是回到那個本 那個off呢 其實是跟本有意思的 they want their investment return as well over the economic rate 除了我擺 這 這 錢 我的本 例如說 在這個情形 我擺10萬下去的話 我希望我10年之後會翻本的 所以呢 好像這個case 那樣 原先呢 它1萬元 income 10% 那 但是我再 如果我因為這個投資 我是要擺10萬的 我不會expect the 10% 因為我expect the 20% 是 因為我有 1萬元 我是要回自己的本 那 我們看完這套之後呢 都不太明白的話呢 不要緊 我們看完這段 就可以了 有一個投資 它呢 計到那個economic life呢 即是那個經濟效益呢 是40年 即是它 翻本年期40 它要 將它自己 return of investment 拿回自己的本呢 它就會要加多2.5 為什麼2.5呢 因為呢 原來呢 它要回回自己的100%本金 它 在攤分40年裏面呢 每一年 它是要有2.5歸本 我們剛剛看2.5在哪裏呢 啊 sorry 看2.5 好似用回之前那個example 我們剛才那個 如果那個人 他原先 是那個bond 有5個percent 自己希望有4.5 total9.5 但是 我扔得這麼多錢出來 我當然是希望 我自己是回到本的啦 所以呢 它再 in the situation 它 allow the rate of return 那個投資者 是希望會有 total cap rate 12個percent 嘩 大佬 好多喔 那就是啊 所以這裡呢 它就講了一個關係 off這個字呢 我們就知道apostrophe S 你什麼時候記住 return off 就是計算本金 而return on呢 return on呢 return on呢 就就是說 在我投資的十萬里面 我只是收多少錢 息的而已 管金我不算的 那麼呢 那個就叫return on 那 return off 為什麼叫recapture呢 為什麼recapture呢 因為 其實這個re呢 有一點點意思 就是capture回那個本 的意思 所以呢 這個呢 這個是叫capture 這個叫recapture 這個叫recapture 再看回這裡 這些呢 這裡一號開始了 direct cap了 direct cap是一個 income from a single period 在一段短時間裡面 好似這個情形 就是四十年 conferredly to value 一個period 一個period 去一個value 一個四十年 去一個percentage 那個變化就是一除四十 去一個percentage 這個很深的 你如果揣摩到這裡呢 你income approach 例如指掌 計算都很熟 但是呢 你agent呢 其實考這裡呢 不會考那麼深 他會很直接問你 income approach to formula 是income to cap 等於value 他可能會偶然問你這條 那上面呢 你就要看到 是on 還是off 嗯 對啦 那這裡啦 direct cap 你看看 direct cap direct cap是很簡單的 income cap來的 direct cap就是 將他 估計的收入 在一年 usually a year is convert directly to an indicator 這樣就換過 direct cap呢 是一個 例如 basic formula of cap呢 就是value income 除了這個 就有value 例如說 我們用這個example 一個property 他猜 他每年 每年是有十二萬 嗯 那他用這個cap rate 0.12呢 我們就猜到 那個property 是1m了 direct cap can also be done by multiplication instead of vision 他這裡除的嘛 但是如果他用multiplication 我們呢 formula cap rate 是express to 我們稱這個 叫做multiplier 這個 i 除 c 你將 除c呢 轉去做 i 乘 一 除 c 其實就是multiplier 來的 所以multiplier 其實就是 reciprocal of the cap reciprocal 就是一除 那 所以呢 再說一遍 他這裡呢 說就說得複雜 但是其實呢 你想回呢 很容易的啦 direct cap 其實就是一個factor multiplier is simply the reciprocal of a cap 一除c 其實就是multiplier來的 confir a multiplier of a rate simply divided by a multiplier of a rate 那這裡呢 英文字體很複雜 我們唐人不會難到的 cap rate 25% 25% 我們一猜都猜到0.2 鬼佬才不懂的 其實25% 是等於 multiplier 就是multiplier of 5 因為1除.2 所以如果property 它的annual income 是 你看一下 它的annual income 我們用這個 例子 annual income 是12的時候 當它乘 某一個數 就是1mil 乘是什麼呢 就是1除0.12 好了 或者在這裡 它用了第二個example 它說 income是36,000的時候 那它的investor warn 20% 20% 是5 所以 5乘36 那會 repay 18萬 for the property 那其實5 你想想想 其實都可以是 想念本之外 5年之內 歸本 因為它income有那麼多 它的value 現在是去到18萬 那你一直整住 那條數 成了5年之後 你就要歸本 那麼多 有些傳統的程序 它要執行一個私人的規例 例如在地產裡 有一些私人的規例 它說 不可以怎樣怎樣怎樣 不可以拍車怎樣怎樣 那麼這些呢 我們就用injunction來執行 就是你用這個procedure 是啦 dejain reveal order 是甚麼來的 你不想那個人搞你 你 嗯 loan to value 是甚麼來的呢 我們記得loan 就是假設用的例子 就是 我們借借80萬 那如果那間屋是100萬的時候 那個equity是多少錢 0.5.8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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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是啦 20 好了 今次呢 因為原來我呢 整個整個整個 之後我不需要借80萬 我只要借160萬 那那個equity本身有多少錢 40萬 40萬 所以我原先借80萬 屋價是100萬 那一個除了出來是多少 0.5 0.8 八十除一百 現在我不需要借那麼多 我現在只需要借多少錢 六十 借價是多少 屋價沒有變的 都是一百 所以借價是六十除多少 除一百 零點幾十五 零點六 零點六 所以增加了借價 借價是由零點八到零點六 是不是低了 低了 換句話說 Higher就是什麼 Higher就是Equity 因為我原先是借 原先我是Equity二十萬而已 但是現在我的Equity是四十萬 我在那裡問姐姐借 我什麼都好 放啦